热闹的早晨 刺激志工在巴胜人民公园 把握机会向成韵的民众 介绍刺激和目击爱心 这个好的活动来的 又不是很难 参加还是什么 志工的宣导得到了很好的回响 巴拉玛尼也被志工的热忱打动 加上认同禁思语 他特意回家领钱 把禁思语小卡买了回去 同样热闹的立林公园 也看见了慈激志工的身影 健康操带领人黄振昌 期盼组员们除了守护身体的健康 也能以行善来守护心灵的富足 上人说要百万菩萨大招身 这样我们就在这边 因为看到这边整百个人 所以应该多 就是一个机会来邀约他们 这里有那么多人 如果我们这边都可以 凝聚大家的力量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 很祥和的社会 善恶拔河 志工不犯过任何启发 众人善念的机会 每人行一善就能增强善的力量 让我们的世间变得更香和美丽 待新闻里嘉宜林相接 带回答马来西亚巴生报道